有多少像我一样吃肉还偏偏爱吃带肥的 如果上菜时看到一叠全是瘦肉 不管它是煎蒸焖煮炸 都大大降低的食欲 今天我们用肥瘦相间的五花篮来做一道 令人回味的家常菜 这块猪肉猪毛有点多 要把它烧一下 烧好后把五花篮刮洗关键 处理干净的五花篮改刀切片 稍微切薄一点 五花篮切好放一杯备用 准备几半蒜切小粒 切一根大葱片备用 最后准备一小碗的豆豉 锅中下入少许的油 倒入五花篮炒出油脂 炒干水分时来上少许的白酒去腥增香 炒出油脂后倒入蒜粒 豆豉继续翻炒 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加入辣椒 稍微给它翻炒一下 炒好调小火 来上少许的盐 来点生抽 少许的老抽调色 来点胡椒粉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调入一碗的清水 一小勺的白糖 盖上盖子 大火焖五分钟 时间到了 汤汁也已经收干了 翻炒均匀 放一边备用 拿一个小砂锅 倒上一点油 把油烧热 油热后倒入大葱爆香 倒出香味后把它铺平 再倒入我们焖好的五花肉 倒进去之后给它包多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时间到 光火出锅 知道豆豉焖花篮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篮不油不腻 香气四溢 吃着解馋又下饭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哦